谁能想到让金虎闻风丧胆的飞云 竟然是家族中战斗力最弱的 蒙妹飞云的母亲是飞飞永巴家族的后代 据说因为脾气过于暴躁咬伤过饲养员 基地都不敢把她送出去怕出人命 父亲是大名鼎鼎的炉黄纯正的一毛 脾气不暴躁根本无法在野外利 而我们蒙妹虽然经常把金虎按在地上摩擦 但其实只要大胡子不了解 飞云大部分时间都是个乖宝宝 相较之下飞云的哥哥迎科可就不同了 迎科有着蒙妹同款的仓鼠脸微笑出来 虽然三岁的他看起来还乃夫妇的 但这小子却是指不折不扣的暴力熊熊 有次迎科放在架子上的小苹果不见了 他就开始大发脾气 只见这小子先把上面的玩具全都扔了下去 之后越想越气的他又直接冲下去 对着地上的玩具就是一顿暴力输出 这拆家的本领丝毫不比二哈查 一顿乱七八糟的熊拳下来才算是消气 只应看不惯院里的小树 就要给人家做心肺复苏拦都拦不住 荡过来的竹框不小心打到迎科 气得他对着人家就开始施展延环拳 可以说这小子的暴脾气要是上来 就连路过的狗都得被他胖揍一顿 并且迎科还经常半夜不睡觉 在屋里不是掀桌子就是拆一顿 甚至还直接爬上桌子蹦迪 每次第二天早上奶爸奶妈看到凌乱的战场 就会把迎科昨晚拆家的监控调出来 然后全动物员进行批评 告诫其他小动物千万不要学着笑 而飞云还有一位同父异母的妹妹喜乐 又称巴里台最不好惹的二姑奶奶 喜乐的雄生教条就是绝对不能受委屈 这天二姑奶奶出门一激动撞苹果树上了 然后她二话不说把无辜的小树揍了一顿 本以为这件事就这样算了 谁料晚上下班回去她越想越勤 第二天一大早就直接来院里把树拔了 而当喜乐想坐在椅子上休息会时 没曾想她却忽略了自己的体重 直接来了个熊羊马翻 觉得丢熊的二姑奶奶激烦了 叼着木椅直接扔进了沟里 指引奶爸催她快点吃饭然后回家 无了疑二姑奶奶就开始骂骂咧咧 此前奶爸把窝头放进葫芦里 想让喜乐自己动手转出来时 没曾想及脾气的她直接将其掰了 只能说金虎这小子遇到飞云就偷着乐吧 这要和二姑奶奶住一起 天天孤寂给挨八百顿走